一年一度的双十国庆即将到来 中国医药大学的子强威青山大使 再度获选来到我们的国庆大典 担任礼宾大使 现在就让我们来到现场看看吧 台中市的中国医药大学 子强威青山大使 2020年双十国庆又再度担任 国庆典礼的礼宾接待 9月28号上午这25名礼宾学生 特别在中医大一楼穿堂 举办一场国庆展演发布会 子强威青山大使的女生 穿着红色丽领西装 男生则搭配金色领带 以优雅端庄热情洋溢的姿态 展现中医大的专业跟高规格服务学习精神 其实我今年是第一次参与国庆 蛮紧张也蛮期待 因为我认为国庆大典是一个 可以增进自己实力的机会 因为他在口调以及危机处理能力需要加强 其实我们从8月中就开始练习 已经我们的训练时间已经有120小时了 那今年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 我们是医疗大学 所以我们也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 像是我们在自主训练当中 以及政客都会佩戴口罩 并且确实了两侧每位团员的体温 中医大校长洪明奇也致辞表示 紫强威亲善大使自从2015年担任国庆礼宾接待以来 不管在语文能力 仪态应对 跟专业服务的基本能力之外 今年还针对肺炎疫情做好万全的医疗准备 也增加了BLS基本救命术的训练 展现中医大的专业领域 他们在很还重的课业之外 然后多拿课语的时间在做练习 我看了好几次 因为他们练习很多地方 其中有一个地方就在我办公室旁边 所以我每天都会看得到 我们非常高兴 这个中医大学的同学有这么一个机会 因为大学是培育社会将来人才的地方 那么我们在大学教育里面 不能只是专门训练那些专业的人才 必须要跟社会接趟地气 洪明齐校长说 中国医药大学的紫强微青山大使 不仅连续六年担任国庆礼宾接待 近年来也参与了各领域的礼宾接待工作 紫强微青山大使以亲切的微笑 热忱的服务跟优雅的仪态 给每一位贵宾留下美好的感受 可以说是中医大最佳的形象代言人 洪校长还说经过学校师生合作不断地努力 要让中国医药大学的软实力被海内外的人事肯定 记者陈文旭 王瑞彤 台中报导